华龙网11月4日17时35分讯 安全防护设施 制定出台驾驶员突发情况 处置操作规范等多方面 全面加强公共交通安全文工作 重新部分公交车安装的驾驶室隔离门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据统计 目前 我是有1.38万余台营运公交车 有2万辆长图客运车辆 轻轨地铁运营里程达260余公里 险路运营里程2700余公里 其中高铁800余公里 桥梁多 随道多 安全责任重 压力大 会议强调 为防止以后再发生万周10.28案件 类似的违法犯罪行为 公检法机关要形成打击 惩罪危害公共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合力 对那些无视规则 敢于碰触法律法规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要依法打击 从严惩处 绝不姑息 对干扰 辱骂 殴打驾驶员 等危害 公共安全行为的报警 要第一时间出警 即是依法进行处理 对构成行政处罚的 要坚决依法予以致满居留等行政处罚 对构成刑事犯罪的 要依法予以打击 同时 会议还强调 各部门要加大客运 旅游包车 危险品 预输车等重点车辆 留和检查力度 严厉打击和整治超人超贷 疲劳驾驶 酒后驾驶 缉毒后驾驶 货车 为法站的行驶 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占用公交站线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严厉整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为车辆配备安全隔离驾驶室等防护设施会议指出 各部门要督促相关运营企业加大投入力度 为车辆配备必要的安全隔离驾驶室 安全防护网或防护来等设施 要设立驾驶员与乘客的安全警戒线 张贴醒目的警示标志标语 建立安全警戒线管理制度和市民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行为规范 强力推行实施 另外 会议强调要在重点地区场站 重点线路 重点是短的地铁 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 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跟车服务群众 维护安全稳定秩序 要全面深入彻底的隐化 排查和治理 对重大隐化要实行 换排毒办 跟踪治理 充分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等技术 加快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加快智慧交通 智慧消防等信息化建设 坐时公交客运车辆监控 GPS 一键报警等设施建设 预突发情况及时预警 提醒驾驶员正确处置 制定出台驾驶员突发情况 处置操作规范会议指出 万周十二十八案件 还暴露出了驾驶员安全意识淡泊 操作规范 意识缺乏 乘客法制观念 安全意识不强等问题 相关部门要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 通过时实在在为群众分析各类交通违法成本 不断提高全民党交通手法意识 安全意识和功德意识 让群众矗立不改为不想为的交通安全防线 开下交通安全网民驾驶人评选活动 促进驾驶人依法驾车 安全驾车 文明驾车 要强化建议引为教育 倡议市民在遇到私承纠纷时 采取必要方式立即进行劝导 制止 防止事态升级 不能袖手旁观 据悉 为提高运营单位管理水平 我是还将制定出台公共交通驾驶员突发情况 处置操作规范 对如何回应乘客询问 如何处理私承矛盾纠纷德 提出明确要求 还会加强对驾驶员的教育培训 提高驾驶员对复杂路况 恶劣天气 突发情况的应对处置能力 使驾驶员牢记在遇到乘客袭击 强逻方向盘等突发情况时 必须在确保乘客安全的前提下 采取紧急停车措施 并第一时间报警处置